周雄有24年歷史的知名臭豆腐专卖店 传出了现在有两间分店即将要歇业的讯息 店家表示除了受到疫情影响之外 其实还有租约到期 在租约到期的时候又有另外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在民生店这个地方 跟人家是合伙的关系 然后在这家店有被我们股东 还有里面的员工有做掏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包括了这个民生店以及复国店 因为租约到期 陆陆续续将在五月底开始结束营业 其实店家是说除了租约的问题之外 他们在股东之间也有官司方面的困扰 所以现在决定了把这两间店先收起来 这一间店其实从1996年开始 已经有24年的历史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许多民众慕名而来 当时还造成了交通上面的困扰 让附近的居民是频频的报警处理 而现在传出了分店即将要歇业的讯息 也让不少的消费者感到吃惊